你注意健康好好学习 好的好的 别担心我 我在这里很开心呢 好 我们也都是放心的 别担心我啊 你真的 那哥哥 春节快乐 祝你春节快乐 即将要在春节演出的维吾尔族姑娘塔吉古丽 这一刻脸上挂满了笑容 在给家里打电话时 她把这份喜悦传递到了电话那头 近日 中兴社记者在探访新疆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时 记录下上面发生的一幕 塔吉古丽从小喜欢跳舞 能够登台演出是她自幼时就种下的梦想 但几年之前 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这个曾经热爱跳舞的女孩开始将跳舞视作洪水猛兽 塔吉古丽回想起感染了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后的生活 形容那是一段只有黑白色的日子 那时的塔吉古丽从早到晚都不出家门 终日在家里忙碌家务 是我干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了非法经 非法经的内容是当时嘛 那个国家干部不握手 不来往他们或者死了或者病了不看望他们 或者别的国家或者别的民族生产的产品不能吃 女人应该在家里带着孩子就听老公的话 女人挣的钱是不能花的 是好那么的 再来到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后 塔吉古丽的生活迎来了转机 用她的话说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了色彩 塔吉古丽在和田县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里 学习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知识等方面的能力 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舞蹈表演课堂 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各类舞蹈 在这间三十多平米的教室里 二十二岁的女孩重新寻回了梦想 说心里话我真的幸运的一个女孩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的来到了这里以后 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能 我自愿选择这个机能的 我天天在这里跳舞 老师们也很喜欢我们 这手心里话我在这里过得非常好 与塔吉古丽一样 在舞蹈表演课堂上 还有许多学员通过跳舞 重新感受到生活中的那份激情和自在 与此同时 他们在来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后 发生了点滴变化 也在悄然间感染影响着家中的亲人 家书们看完我的表演节目以后 他们对我说 你真棒 我们以前没有看过你这样的跳舞 你更加努力学我们中华传统舞蹈 你的精神越来越活泼开朗 我每周回家回家的时候我孩子 爸爸爸爸你现在我听说你学了舞蹈 你给我跳一下吧 我上次去的时候也给孩子们跳了 孩子们高兴的欺了我 谈及未来 塔吉鼓励说想做一名幼儿园教师 将在这里学会的舞蹈交给学生们 可爱的孩子们凑拥着自己 一起跳最时尚的舞蹈 这是塔吉鼓励想象的今后的生活场景 我从小就梦想是当一门幼儿园老师 小时候不珍惜学习的机会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我在这里好好学习 到了回家以后 好好发展这个专业 还帮哪些小朋友们跳舞蹈学舞蹈 啊 啊 啊 好